9月20号上海的一座人造的双子峰 即将对外开放 所以很多网友已经跃跃欲试 准备去登山了 毕竟在市区里面有这么一座山 真不容易 我是经常开车走卢浦大桥 每次转弯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山 有点像我最近玩的一个抖音特效 他就在你面前呼一下就停起来了 那种感觉是挺神奇的 或者说最近有好多人玩悟空 黑神话悟空的一些山的那种效果 那种扑面而来 这个感觉还是挺震撼的 当然这座山并不高 主峰是48米 次峰只有37米 虽然山是不高 但是有先则灵 这个水也不再深 有什么则灵 这个地方不仅有山 还有水 当然还有瀑布 所以在这地方看风景的话 还是另有一番感受的 但是我总觉得在远处看这个地方 更有一些感觉 当然很多从卢浦大桥经过的 开车的朋友们 一定不要把眼睛太多的放在山上了 一定要看路 不然的话将来在这个高速上面 北高架上面发生交通事故 真的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要玩还是下来玩 毕竟这个山里面也有停车场 当然这个公园 石伯文化公园 不仅有这个山水 还有一个温室大棚 温室大棚里面呢 种了一些奇怪的树 比方说我们大家小朋友特别喜欢的面包树 当然还有一种树叫见血封喉 这个确实是蛮刺激的 有这个去看一看的欲望 我看一看我 我看着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